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湖南易阳康雅医院解聘全体员工引发热议。 康雅医院发布通知称,是中西医院将接管康雅医院并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。 未被聘用的员工将获得经济补偿并办理相关手续。 员工认为康雅医院违法解聘并反对签订劳务派遣合同。 御师认为解聘行为没有法律依据,劳动合同主体应保持不便。 市卫健委已公开征求医院整合方案意见,强调依法依规保障职工权益。 整合过程需注意清产合资,人员分流等工作。 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